你此番进城可亲眼见到杜宝老儿的尸首啊 见到了 是何模样 浑身上下全是剑伤 惨不忍睹啊 果然死了 杜宝老儿果然死了 那你把那个降书交给谁了 我交给了扬州城的秦副将 秦廷贵将军 那重将的态度呢 降书在此 请大王过目 我还有不是几个字 还是你来看你看 不识字有什么好笑的 你们读书人还不会功夫呢 你在笑我就拿你去练功夫 这乡书里都写了什么呀 这乡书上说三日之后 宋军打开城门投降 但要求我们不能屠杀投降的将士 和城中的本事 那当然了 我李圈又不是杀人谎 陈罪良 既然宋军答应投降啊 为何不马上开城出降 还让我们等上三天呢 是因城中有些将士不愿投降 几位将军踏出乱子 想三日内说服众人 要是说不服呢 要是说不服 我可就只有同道 空口无凭就凭着一纸详书 我们如何能试 这是扬州城的护体册 几位将军让我将此献上 以示成 这破东西有什么用啊 大王不知 这上面都记录着城中的云口和钱量 乃是管理议程之根本啊 陈罪良 我们怎么知道 这户籍策的真假呢 夫人啊 这个东西造假如意 可是外面的东西要造假 那可就难了 请看掌外 一人 请开箱查看 这是黄金一万两 白银十万两 租近三万匹 你不保玉器是不计其数 这什么意思啊这是 这是 扬州苦藏之物 几位将军为表诚心 让我一起献上 请大王和夫人向那 向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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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全向那了 夫人 几位将军的成 既然几位将军把户籍策都献上了 我们当然相信了 这样 你回去告诉几位将军 再等三日 三日之后 我们在城外受降 九三日 多谢大王和夫人 不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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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王 咱们有了这笔财宝 就不用靠金人来养活了 对 咱不用再看金人的脸色行事了 夫人 不许可 不许可 金人皇帝约咱们今天上午攻城 如今这事儿 大王 你现在就去见金人皇帝 告诉他 扬州城里的宋军 投意投降了 再把户籍策带给他 那这些钱财给他们吗 你傻呀 这可是咱们的活命本钱 凭什么给金人哪 对 咱不让他们知道 禀报大人 陈老先生回来了 好 快快有请 是 大人 晚上忽然肚子不舒服 想去方便方便 去吧 准备投降了吗 回禀陛下 一切都已准备投降 只等刘金王带兵前来会合便可攻打扬州城 好 报 陛下 这离权在搞什么马戏呢 陛下 莫非离权私通扬州城的宋军 不会吧 杜宝已死 杨州城 岳州城岌岌可危 而我军人数又十倍于低 一拳他不会弃强投弱 这其中必有缘故 陛下不可不查 看了多 你速派几个得利的人手去查探此事 一定要暗中行事 是 是 罪良建国大人 陈老先生 快快请坐 陈老先生 杜某所托之事 他们答应三日后城外受降 好 此计已成功一半 吴孝卫 秦副将 在 苏苏一一进行事 陈老先生 陈已派人去查过 刘金王营中 确实藏有宋军送来的金银珠宝 而且数量非常多 朕让他去找七色五丹 他没有半成 宋军送给他的金银珠宝 他心安礼物的收上 李权 他心里还有真吗 陈老先生 陈的手下 还听见刘金王的士兵们私下说 说什么 说 李权已经和宋军停 李权已经引渡 这是宋军给他们的好处 他们打算如何推破我们 准备起火烧我们的強烹 李权这小子本来就不是咱们自己人 他如今收了敌人的钱财 铁政无善 这也许是宋军故意散播的消息 你在理解我们 陛下 李全毕竟是贼寇出身 本性难移 图的就是个钱财 他可替我们卖命 那也是因为我们给他钱两 如今宋军送给他们那么多钱财 也难保他不动心 陛下 刘金王到 传 陛下 臣叩见我主 万岁万岁万万岁 刘金王请起 谢陛下 刘金王 你的三万人马可都带来了 回陛下 未曾带来 为何 难道你没有接到朕的军令 命你今日上午带军来次会合吗 臣接到 那你为何抗令 陛下息怒 陛下命臣带军来 为的是 恭喜扬州城 臣虽未带一兵一族来 去吧 扬州城给陛下带来了 这是扬州城的户籍军 这是扬州城的户籍军 你是如何拿到死物的 陛下 臣已经劝降了扬州城里的宋军 这是他们献上的 城里的宋军投降了 城里的宋军投降了 正是 当说三日以后 愿开城投降 有祥输 三天后 这可能是宋军的缓兵之计吧 不会 就算晚上三天 他们也等不来救兵 朕还不知道军粮在不在呢 李晨 朕命你速速回营点击人马 今天日落之前 必须开始攻打扬州 为令必斩 可宋军已经答应投降了 就凭这一纸书信 你就相信他们了 可是 难道宋军 还给你送了别的东西了 没有 别的什么都没有了 那就速去攻城 可扬州城池坚固 我们若是攻城的话 必然损失惨重 朕不管什么损失 朕只要你拿下扬州 陛下执意命臣攻城的话 请拨十万人马来住 你就率本部三万人马 其余人马 朕自由安排 什么 就凭我的三万人马 如何攻得下扬州啊 这 这不是让我们送死去吗 你不听令 难道有一心不成 没有啊 若无一心 促取攻城 走 陈 李全接令 禀报大人 探马来报 金主以命李全回营点兵 今天落日前开始攻打扬州城 再谈再报 好 去吧 是 看来完颜亮已经中了我们的计 对李全起了疑心 不过单凭李全的三万人马 他是攻不下扬州的 他此时心中必是怨恨颇多 而我们则需要一位说客 去他营中 与他讲明厉害 来个弄假成真 逼他和我去联手 是 谁愿担当此中阵 只可惜老夫要坐镇城中只会调德 要不然老夫也愿亲老夫他 主位 你们以为何人可当此说客 大人 属下认为非吴湘公子不能胜任 对 此非吴湘公子不能胜任 此非吴湘公子不能胜任 吴湘 说句话 我又不是朝廷命官 怎敢在这里胡言乱语 吴公子 老夫 老夫既然准你进这议事厅 便是希望你能够为扬州守卫战献计献策 众将都推荐你去当这个说客 公子可否愿意 我记得杜大人前方还看不起吴湘 为何现在又让吴湘去担此重任 大人 主得不为 和他开个玩笑 杜大人 你要瓦生去敌营走一趟 瓦生不敢推辞 不过瓦生有一个要求 什么要求 需我叔父与我同去 准了 还有吗 没有 吴公子 老夫把话说到前面 身入敌营绝非儿戏 生死只在旦夕之间 你可要想清楚了 大人 为朝廷尽忠 何夕一死 好 吴小卫 在 令侄虽说是个狂生 但也可谓胆识过人 你陪他同去敌营 切记小心 遵命 驾 驾 哈勒都 李全辞去 朕还是放心不下 你立刻带朕的令派去李全营中监督他发病工程 如有不轨之举 立刻来报 臣遵旨 秦人皇帝独发原病 这不是让我们去送死吗 他好像还知道怎么收了宋军的钱财呢 他能说实话了 我怎么能跟他说实话呢 看来惊人 是怀疑我们有异心的 我也是这么觉得的 让我们去工程 根本一个人都不上 他是想让我们和宋冰拼个两败俱伤 他好坐收余力 我们该怎么办 你怎么说话 你怎么说话 别吵 扬州城里的宋军又派人来了 是那个叫柳孟梅的 是他 谁 陈醉良说盗墓的那个人 我跟杨干 跟他同住过一个客栈 原来是那个盗墓贼啊 他们来了多少人 就两个人 还有一个 是吴大海 吴大海 他还敢到这来 老子要他的命 大王 现在不是发火的时候 先听听他们的来意 带他们进来 带他们进来 大王 大王 夫人 扬州使者柳孟梅游礼 柳公子 我们又见面了 夫人 那日客栈相见 孟梅不知夫人的身份 所以有貌师言语 还望夫人见谅 几日不见 柳公子的脾气收敛了不少啊 此次灵安殿事如何 尚未放榜 未可知也 你不好好在灵安等消息 跑到扬州来干什么 我特来给大王和夫人指一条路 什么路啊 生路 我们活得好好的 还要你小子给我们指什么生路啊 大王 别着急 听他怎么说 如果夫人和大王不听我之言 我相信你们活不过三天 你对我们有何良言呢 速速归顺宋军 现在宋军已经答应想我们 我们为何还要去降宋军呢 不瞒大王夫人 今日清晨宋军应运投降 但是其中有仗 三日之后 我们并不会开城投降 你们好大的胆子 该气弄我们 大王 虽说我们使了一技 但大王却露了不少好处啊 那几十车的金银细软 一定比金人给你们的更多吧 好 你们若不降 那也没什么 我们现在就点兵攻城 对 我们现在就发兵 攻破扬州 单凭你们的三万人马 能打击扬州城吗 再说 扬州城池坚固 强行攻城必然死伤惨重 你们又使得拿自己的人马去送死吗 小子 你别忘了 金军还有三十万人马在此呢 可金国皇帝会发兵助你们攻城吗 当然会了 我们约好的 是吗 大王此言言不由衷啊 我们和金军是一家人 他们自然要助我们攻城 你们把他们当作是一家人 可他们没有把你们当成一家人罢了 我知道大王刚从金营回来 难道没有察觉到金国皇帝对你们心存戒备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金国皇帝并没有给你们派来援军 而是让你们指代本部攻城 金国皇帝为什么如此 就是因为不相信 他要利用你们这叫什么 这叫欲放相争 渔翁得利 可他们为什么信不过我们呢 那得问你们自己 身为大宋的子民 会甘心一辈子给金人当走狗吗 那我们不攻城便是了 你若不攻城 金国皇帝必会以通敌之罪杀了你们 然后再把你的三万人马归于他的麾下 他凭什么说我通敌啊 就凭大王收了宋军这么多的金银细辱 金人皇帝怎么会知道呢 俗话说得好 要想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 在这时候我们也早已放出了风声 你们这帮 大王心 且听我一言 大王原本是宋人 投靠金人无非是为了钱财 如今 我们给了大王你封后的钱财 大王何不就此弃金投宋呢 大王你若助宋军打败了金人 你就是大宋的英雄 但是你若助金人攻打宋军 那你就成了卑祖叛宗的走狗 你将遗臭万年 可如今的局势杜宝已死 宋军危在旦夕 我们为什么要弃强投弱呢 谁说杜大人死了 杜大人命当 虽说身中数剑 却无一剑命中要案 现在正在城中布防呢 只要大王和夫人愿与宋军联手 淮阳的战局片刻间就能扭转乾坤 只要金兵退却 到时候杜大人肯定会向朝廷为二位请功 义务师高官明觉 大王和夫人 报大王夫人 金使哈勒杜大人到 快 后面快 哈勒杜大人 你怎么来了 陛下命我前来督促刘金王发兵 我正要发兵 正要发兵呢 来 哈大人 请上座 见过哈大人 这 这位 这是 这是我夫人 哈勒杜大人 刘金王真是好福气 竟有一位如此美貌的夫人 令人羡慕 令人羡慕啊 哈大人过奖 不过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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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人真是比天上的仙女还要美貌啊 哈大人 陛下派你来是 陛下派我来督俊 刘金王 你快发兵吧 哈大人 你刚从金营过来 想必一定累了 不如先坐下 饮上几杯 夫人劝酒 我本不该推死 可是这个皇命在身 我 哈大人 且让柳金王去调动人马 我在这里陪着大人饮上几杯 这样记录不了军机 又能略表我的一番心意 大人意下如何呢 甚好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那我这就出去点兵 刘金王请便吧 大事成意 好 好 夫人 喝酒 夫人喝酒 他娘的 大王 怎么了 滚 滚下去 是 是 大人有没有 这儿 没有啊 这儿有没有 这儿有没有 真被姓李伍的书生给说中了 金爷还真信不过老子 哈大人 来 我敬你一杯 好 夫人 敬酒 我怎么能不喝呢 来干 哈大人 哈大人 陛下让我们马上攻城 去迟迟不给我们派来援兵 这是为何呢 这个啊 这是朝廷大事 不便在酒后叹齐 夫人见谅 谅姐 谅姐 哈大人 我只是个弱女子 我不管什么朝廷大事 我不过是担心我家大王吧 他要是攻不下扬州 被陛下按军法论斩 那我以后 我以后 我该怎么办呢 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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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人莫呼啊 刘金王的羞勇善战 未必打不下扬州啊 夫人 你多虑了啊 哈大人 你不要哄我了 我虽大王征战多年 这战场上的事情也能看明白一二 这场攻城战 我家大王是必败无疑 他要是败了 陛下 必饶不了他 那我 我可怎么办呀 夫人 六金王和我交情甚好 他若真有什么不测 夫人 我是不会不管你的 难得哈大人这么有情有义 虽说六金王也是个王 但他毕竟是个宋人 陛下绝不会让他成了大气候 夫人 你若真是为自己的今后着想 你何必跟着他呀 哈大人的意思 夫人 你若真有这个心哪 就跟着我哈拉都吧 以后的荣华富贵 那就享之不尽哪 哈哈哈哈 那我家大王他 陛下迟早 会除掉他的 不说 就盼你们的了 你是何人 你是谁 去问阎王吧 胡大海 你这是干什么 怎么样 我替你把这个金人给宰了 你 喊什么 你们喊什么 你们偷偷让我给宰了 还不快走 留下来等死他 怎么办呢 他们回去避讳禀金人皇帝的 生命已经做成了熟饭 你自己看着办吧 你 大王 事到如今你只有两个选择 其一 杀了我们二人 但我想金人也不会放过你 其二 和我们联手 出其不意 只去金营粮仓 懂了吗 杜大人的兵马已经在城中等候 只要大王带领兵马杀入金营粮仓 杜大人会带领兵马从正面杀入 前侯家子大失诚意 何取何从 你自己看着办吧 哈拉都已死 金人一定不会放过我们 一不做二不休 好 他娘的 金人想钻迹咱们 咱们就给他来个先架手围墙 弟兄们 臭家伙 是 大人 吴小伟回来了 好 快随我前往 是 大人 李全返金了 那吴湘公子呢 他随李全夫妇杀向金人的粮仓了 好 好 好 传令 准备出兵 是 不 陛下 大事不好 刘舅王把哈大人给杀了 什么 李全国真要犯 陛下 莫将远水兵陷破李全再去扬州 李全肉 必将会掉头来对付我们 不好 粮仓为夷 天地木 你促带五万人马速去守护粮仓 是 陛下 六金王反了 他率兵杀入后营火烧粮仓 陛下 这 晚了 你去 给我截杀李全 进入此黑 是 李全小二 李全小二 你欺贞太甚 朕必死 陛下 杜宝带兵杀下来了 这里危险 快走 慌个吗 还是赶紧让铁里木将军带兵回来救援 不 让铁里木全力攻打李全 陛下 局势危急 还是先躲一躲 大人 金兵已退 我们追出去了 穷头莫追 万言两百级路关 正想要先住了他 尽管铁里木 带领五万人马 将李全人马包围了 速将金银两仓兵兵 务必将人救出 是 是 不要 快 快 快 实际上 大 gig 今生 快 什么 你明言现在就在此 现在都会一定会随时在做 我还是在等等 等 杜宝跟我有仇 他一定不会来救我们的 杜大人他绝非是气量狭窄之人 他一定会来的 夫人你拿主意吧 我们就信杜宝一次 再等等 将军 陛下已撤到安全之地 陛下命连一定要消灭米权派军 你去毁免陛下 就说我以江丽权的人马为主 一定会将其歼灭 是 将军 看来敌人是要死守 传我命令准备强攻 是 敌人准备强攻了 咱们不能再等了 我们冲下去吧 是 姐 咱们冲下去 周中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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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周中热 糟了 夫人 敌人太多了 大王 看来我们命数已尽 夫人 是我李全对不起你 我一直带着弟兄们打打杀杀 没让你过上一天安稳的日子 如果有来世的话 我李全一定和你做一对平常夫妻 杨干 对 保护你姐突围 弟兄们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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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追出去 快走 快走 快去救他 快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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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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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里头 谁是叛贼 我们是堂堂的老人 全部给我拿下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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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人 陈老先生 若非陈老先生救我杜某 何以推敌案 杜大人乃忠义之人 老天必有后报 罪良 无非略是医术而已 不不不 老先生不但救了杜某 更是孤身前往李泉营中 施诈祥计 祝我破题 杜某丁要上书皇上 为老先生庆功 多谢杜大人 多谢杜大人 为国尽忠 罪良平生之愿也 老先生 请 坐 谢谢大人 救命之恩 不不不 你别这么说 若非你与夫人弃金投送 我杜宝纵有天大的本事 也退不了这三十万金兵 谢大人救命之恩 不不不 你别这么说 若非是你与夫人弃金投送 我杜宝纵有天大的本事 也退不了这三十万金兵 该杜某向你们致谢才是 杜大人严重了 我们本是草寇 行事不知轻重厉害 误投了金人 险些误人误己 而且还设下了埋伏 伤了大人 我们实在是大宋的罪人 李泉 无论是在淮阳还是在南安 以前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 管他什么恩恩怨怨 都让他们随风而逝 是吧 现在你就是我大宋的将来 你们可以堂堂正正地留在这里 保我大宋 谢大人 千言说不尽 一杯免恩仇 来 干了这杯 好 干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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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給你帮我回城 若非有你在 杜某恐早已命丧九泉了 大人言重了 能随大人征战是末将的荣幸了 abi 要怎么不见令值啊 好 他身子不太舒服 就没有过来 不要紧吧 好 不要紧 休息几日便会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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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侄确实是有一些小财 不过他这个脾气 大人大人 如果小侄在什么地方得罪了大人的话 还望大人不要与他计较 领侄年轻气盛 老夫都一大把年纪了 怎么会与个后生计较 再者他是此次破敌的大功臣 老夫还有当面谢他的 是 大人 您是兄那百川 孟梅 吴叔父 想什么 没想什么 我在看城外的景色 还没吃东西吧 我专门给你带过来的 多谢吴叔父 对了 里面热闹了 当然热闹了 好多人都喝多了 杜大人还问你呢 好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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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要想着想 你还想着想着 是怎么把丽娘复生的事情告诉她 最重要的是要她相信 对啊 这是个罪难办的事情 陈老先生喝醉了 好 陈老先生啊 倒是没喝几杯 孟梅 孟梅啊 我知道你的意思 杜大人到时候肯定会招进来 那陈老先生肯定在 你要想好到时候怎么应对她 这该如何是好 这才几日啊 你说你这个大小姐呀 变成农家小媳妇了 又会媳妇 又会做饭了 小姐啊 你可真是既知书达理又温柔贤惠 你以后一定是个标准的好媳妇 你说那柳孟梅啊 她怎么就那么有福气呢 道姑 你什么时候跟孟梅学的 也来取笑我了 也不知道孟梅见到我爹没有 算算日子柳公子应该到扬州了 这兵荒马乱的 他一个读书人真不该让他那个时候走 没事 没事的 就算是柳公子有个万一 你跟阎王那么熟 跟他求个情 他也会把柳公子给你送回来的 道弟 我 竟胡说 出什么事了 出什么事了 这是你的 跟进 跟进 下一个 下一个 过来吧 这是你的 不要紧 不要紧啊 放满东 不要紧 都有 谢谢 谢谢 拿好 拿好 这是你的蚊子 拿好 你快看 这如今当官的 叶成菩萨了 这如今当官的 叶成菩萨了 苗大人 杜姑娘 上次 我见乡亲们的粮食不够吃 便和几个官员 一起买了些馒头过来 来 这是给你的 不用了 你还是分给其他乡亲们吧 杜姑娘 这些馒头虽然不是什么贵重的东西 但是 还是请姑娘收下来 谢谢 谢谢 谢谢啊 那就多谢苗大人了 杜小姐 我叫苗修远 家住前唐门常干相 我在户部共干 杜小姐若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可以随时来找我 我一定第一个想助 好 那 我先过去 陈ULU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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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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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 您不会真的把我们两个赶出地府吗 我们跟随您多年 您不念功劳也该念苦劳啊 大人 别把我们赶出地府啊 大人 我们不想当顾魂野鬼啊 是啊 大人 拜见武汉官 你们两个在这里做鬼门馆的看守有多久了 该有三百年了 对 303年了 那时候也不算短了啊 本官念你们常年的尽忠职守 想提拔提拔你们俩 从明天起 你们两个就去阎王殿当差吧 多谢大人 多谢大人 免了免了 大人 这鬼门关让谁来看守啊 他们两个 大人 你先让我们俩去看马 不愿意是吗 不愿意就被十八层地狱去啊 不不不不 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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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 那谢大人 谢大人 你们俩给本官听着 不愿意 你们以前在地府有多疯狂 从现在起 都得收敛起来 老老实实看好鬼门关 若是出了什么差错 本官定会严惩不待 是吧 是吧 去吧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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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不够付出代价 犯了错就是受惩罚 什么也别想了 以后好好干吧 从头再来 从头再来 走吧 接小姐了 滚 等一会儿 接小姐去 等一会儿 小姐 快来 小姐 你看 这满村子的我找了好半天 连头牛车都没有 没办法 我牵了头驴 只好委屈小姐了 小姐 道姑 咱们进城 走着去便是 何必这么麻烦呢 那怎么行呢 你可是大胡人家的天井小姐 你出道门还能没有个坐骑 我听说 就是这城里的人都是立着那儿 你要是没有什么排场 那就瞧不起人 可是你看 我爹娘现在也不在身边 这城里的人哪知道我是谁家的小姐 那可不行 平日里陆大人最讲究规矩了 他要是知道你走这么远的路区城里 非责怪我不行 不行 快快快 走 起毛驴去 走 快来 快来呀 来 小姐 快来呀 快点 小姐 还听话着呢 你怎么回事 你看 你听话了吧 行了 你就是头倦驴 跟那老头一样 好了 不提你了 导姑 咱们还是别提他了 好吧 那咱们走着去 走 快点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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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 我们走吧 走了 小毛驴好好的待着 走了 走 小姐 这头坠驴 走 导姑 真是谢谢你 谢什么 导姑 这个陈老先生 于是于了点 可他却是一个好人 他何止是于一点 他简直就是于斧透了 你说我这找了大半个村子 好容易才找到那头驴 你说他就不 导姑 你说陈老先生他现在见到我爹没有 我就想你臭老头肯定曝光了 至于他见没见到你爹 我也说不准 不过他现在肯定到淮阳城了 糟了 要是这样的话 我爹见了孟梅 一定会把他当成盗墓贼给抓起来的 小姐 别慌 别慌啊 咱们慌也没用啊 那个 那个柳梦梅要是见了陈罪梁告诉了你爹 他多聪明啊 一定会见机行事的 反正啊 车到山前备有路 船到桥头 定会值 速速往临安 是 吴小卫啊 大人 我已向皇上上了奏表 此一你数之二人功劳不小 我已向朝廷为你们数之二人请功了 多谢大人 这是 吴小卫有话请讲 好 大海不敢有蛮大人 其实那个吴湘啊 并不是本人的侄儿 那他是何人呢 大人 还是让他自己与您说吧 嗯 孟梅啊 你进来吧 晚生领南柳梦梅 见过杜大人 就是你觉得我女儿的坟墓 正是 你还不给我跪下 今天我道明事情的原委 老夫不停 来呀 把他拿下 那如果我没有罪 我救活了你的女儿啊 你还不给我跪下 快点跪下 快点跪下 是个啥 我中了力量 凭什么让我下跪 你我在这里敷衍 你跪下跪下 快点跪下 快点跪下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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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跪下 我没有错 凭什么让我跪 那娘真的没有死啊 你胡说 老夫亲眼所见还能有假 快点 快点 我给你押入大牢 我没有说谎 你听我一句 你娘真的还活着 她还活着 那人 我说的是实话 你娘真的没有死 她还活着 那人 人把已清点完毕 损失了多少 损失了八九万 有事 铁林木将军也 真知道了 那我们现在该 我们继续车 向北车过黄河 不 相信 对 相信手 这剧气还没下 什么牡丹仙子 还绝目还魂 老夫岂会相信你这些鬼话 你分明就是和石道姑 串通一气 偷宝盗墓 你们若是真能救活的小姐 那你们跑什么呀 按大行列 擅绝坟墓那是死罪 我们不逃 难道我们在那等死不成 你少巧言巧辩 我早就看出来 你不是什么好东西 我让石道姑 早些把你赶出去 可是没想到 他竟然也上了 你的贼一传 我若真是盗墓贼 那我还来见杜大人干什么 我这不是自投罗网吗 你说你救了我女儿 你可有什么凭证 单凭你刚才的那个故事 本官可不会相信你 大人 丽娘现在与石道姑 他们就住在临安城外 大人一去便知 本官身负皇上重托保卫淮阳 岂可轻易离开 对 你这分明是在为难大人 那可请吴叔父去接丽娘来此 莫将岳王 不必了 吴小卫 你还是留下来守护扬州吧 刘孟梅 你莫非是要以此接近本官 好行不轨之谋啊 大人你何出此言呢 我怎么会有不轨之谋呢 送金交战兵归验诈 本官行事必须谨慎 来啊 将他押入大牢 大人冤枉 大人 请慢 大人 六孟梅与我在岭南相识多年 我料他所言非虚 带下去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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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立阳住在临安城外 大人 你一去便知 大人 吴小卫 你相信这世上有如此奇幻之事吗 看啊 这事确实有些蹊跷 李娘是我女儿 我巴不得她能活过来 可是我不能抱这样的幻想 如今大敌随退 但危险依然存在 在这个时候我不能分心 是 紫才见过大人 紫才啊 你怎么来了 紫才想来问问 孟梅的卷子打得如何 靠生的卷子都是封了性命的 我也不知道哪张是她的大卷 你还真关心她啊 孟梅与我交情甚度 她来参加此次电视 我自然颇为关注 这个柳孟梅啊 真是个轻狂之才 别的考生都想方设法来拜见我 愿意当我门生的都踢破了门槛 可她呢连个招呼都不大 好歹当初也是我点了她个周氏头名 要不她哪有今天呢 大人息怒 孟梅她生性正直 官场上的那些规矩她都不懂 大人 您腹中容忍 千万不要与她计较啊 我不与她计较 我是看中了她的才气 希望她能有一份作为 可是 她不明白老夫的心意啊 我要是能够见到孟梅 一定把大人的苦心告知于她 算了算了 不提此事了 对了 我在中书省里替你谋的差事 你做的怎么样 无非是将各地的奏章 都分门别类的承报与皇上 只要仔细些 不会有什么差错的 非议 非议 你可别小看这本差事 这里边可是有大学问 此才愿闻其想 各界奏章无非两类 一是报喜 二是报忧 你若把报喜的奏章报于皇上 皇上必然是大喜 少不了与你封赏 可是你若把报忧的奏章报给了皇上 那轻则爱一顿丑骂 重则那是要被重罚的 大人 那总不能这报喜不报忧吧 那当然不行了 奏章来了 你先仔细地琢磨琢磨 如果是好消息 你便去报 如果是坏消息 你就让别人去报 可上报之前 我们是不能私看奏章的 如何才能知道 什么是好消息 什么是坏消息呢 这就有窍门了 立护礼 攻行兵六部 总是立护礼的好消息多 攻行兵的坏消息多 尤其是兵部 只要是战报 几乎全是战败的消息 你要记住 以后凡事遇到战败 你千万不要接受 紫财多谢大人提点 一会儿要开始约卷了 以后啊 我再慢慢跟你讲这些 为一官之道 好 那紫财就先行告费了 好 道姑 就是这里 请问 这殿氏的榜单 可曾贴出来了 还没有 那什么时候才能发榜呢 不知道 这位小姐 请问 你可是打探电视发宝的事情 正是 好 由于怀眼有战事 此次发榜 要晚间十日 那公子可知何时会发榜 短则十日后 长则再等一个月吧 多谢公子 小姐客气了 这些年轻的公子啊 看见美貌的女子 就故意上来搭讪 好不知羞耻啊 道姑别这么说 我见这个公子言谈举止 还颇有风度 想必不是无礼之人 你呀 就是涉事未深 不知道人心难测 我告诉你啊 以后遇到这种人啊 还是少搭讪他为妙 好 我记住了 道姑 这附近 有可以烧香起伏的地方吗 我想为我爹 还有孟梅求个平安 有有有 有 跟我走便是 好 走 王上 您怎么了 每天就是这些繁杂的琐事缠着朕 真是无聊至极啊 王上要小心龙体啊 这要微服出宫 啊 王上要去哪儿 随便 王上 您是要找什么吗 不 朕只是随便走走 朕在皇宫里住的凡门了 出来看看我的锦绣河山 这天下都是皇上的 皇上想去哪儿就能去哪儿 朕想去开封去得了吗 这 奴才说错话 奴才死罪 那你是喜欢临安呢 还是开封啊 奴才没有主见 奴才听皇上的 皇上说哪儿好啊 哪儿就好 朕就是喜欢临安 有山有水还有美人 对 临安好 临安好啊 金人倒是喜欢这开封啊 那朕就把开封让给他们 只要不跟朕来争个烟就好了 是是是 朝廷里那些大臣 没有一个有用的 有些人主战 有的人主降 你以为这战是那么好打的吗 跟金人打了几十年 赢过几回啊 投降 朕要是降了他们 将来怎么有脸面见我们大宋的列祖列宗啊 朕的办法是 不战也不祥 求的是个盒子 是是是 皇上盛名 虽唐太宗在世也不急也 跟你一个公公说这些朝廷大事真是对牛弹琴啊 是是是 对牛弹琴 对牛弹琴啊 江南选妃之事进展如何啊 据说已选中不少美人啊 好 这事要抓紧 你可盯紧着点 是 皇上放心 道姑啊 我们在私下看看吧 在南安的时候啊 我就听说过清虚怪 今日一见 果然是不同凡响 那是当然了 这可是我们道家的宝地 你看看这大殿 比我那紫阳宫啊 墙上百倍 道姑啊 这道观虽好 可遍地都是道士啊 只你一个道姑站在这儿 倒是比有一番景致 我还不是为了让小姐安心 小姐反过来还要取笑我 我这个人哪总是费力不讨好 我跟道姑说笑呢 好了好了 走吧 咱们再去看看吧 好 走吧 可要贫道带路 不 罪道人 不不不不 应该叫你 罪真人 道姑说笑了 你还是叫我罪道人吧 罪道人 上次在紫阳宫 您出手相救 必难感激不尽 举手之劳 何足挂齿 罪道长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而且穿戴的 也比以前气派多了 贫道也不想留在这里 但也没办法 住持 香火已经控好了 知道了 哎呦 几个月不见 你都已经做了清室惯的住持了 哎呦 没法子 推又推不掉 这不 穿上这身道袍 就好比 戴上一身家座 贫道哪儿也去不了了 只能留在这罐中 管管这 管管那 以前清闲的日子 实在也没有了 听道长这么一说 这当住持 跟当官一样 官袍加深 便身不由己了 差不多 差不多 最可气的是 连酒都不能喝了 这不 要馋死贫道了 剑下了 剑下了 走啊 贫道带你们 四处走走 好 走 走 一看到这沙沙沉沉沉 真的心情就好多了 天底下还有这般美人 对不起啊 扰扰了 小心 请留步 敢问美人方明家住何方啊 敢问美人方明家住何方啊 干什么 你想找死啊 大胆 你敢这么说话 怎么不敢 就算皇帝老子在我面前 我也这么说话 刀工 走 站住啊 不要惊了我的美人 你也派几个人 叫我叫得跟上去 看那美人家住何住 然后速速回来禀报针 是 小心 快走 快点快点 进去小姐 刀工 快进去 刀工 快进去 总算回来了 太险了 刀工 你刚才不是还挺凶的吗 怎么这会儿越后怕了呢 在外面啊 在外面啊 就得凶一点 你要是不凶 他们就欺负你 可是啊 你要是凶啊 就得凶得聪明 凶得有分寸 你看他们后面这人啊 除了那个男不男女不女的那个家伙 你看那人身后的那些个个都是绑大腰圆的 咱们两个弱女子要争动起手来 怎么能阻得流险呢 抓紧机会赶快逃 看不出来 刀工的心思还如此缜密 我活了大半辈子了 什么世面没见过呀 什么人我没遇到过呀 这什么事情啊怎么办 我一看便知 那依刀工看 刚才那个人 是什么人物啊 这些人的背景吗 不好说 不过 他们不是朝廷高官 就是皇心国戚 管他是谁呢 即便他是皇帝 我也不怕他 对 邓小姐看见你爹 就让杜大人好好收拾收拾这帮淫贼 站住 哎 娘娘 媽啊 皇上去哪儿了 没去哪儿啊 皇上今天就在御书房看走张婉 说实话 奴才 皇上穿的是便衣 你以为我看不出来了 娘娘饶命啊 娘娘饶命了 皇上今天去了他清虚冠 清虚冠 皇上去清虚冠干什么 也没干什么 就是在皇宫里待你了 出去散散心 还有呢 在清虚冠横到了个姑娘 姑娘 还有呢 皇上让我们去打听 那个姑娘的住处 还有呢 这不派出去的人刚回来 奴才正要去给皇上禀报呢 这女子是什么背景 也没什么背景 就是一个农家女子 农家女子 没错 她家就住在程西的十里铺 皇上 下去吧 是 慢 告诉你们 以后少带皇上去沾花惹草 奴才不敢 去吧 是 皇上 皇上 奴才在这儿 可否寻到美人的住住了啊 找到了 好 马上派人把伯仁接进宫来 去呀 皇上 娘娘在外面 那那那 记得不要去了啊 明天一早 你叫人把他接进宫来 祝贝大人 免礼免礼 都各自归位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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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大人 这个新来的韩子才好生无礼呀 既然大人竟然还稳坐不动 他不就是韩玉的后人吗 靠祖宗名吗 才得了这个官职 有什么了不起的 大人 该好好教训教训他才是 你知道他是何人举荐的吗 下官不知 是 龙图阁大学士 吏不上书 苗顺斌 这苗大人 你惹得起吗 下官不知道他还有这等背景 你也不动脑子想一想 他如果没有这等背景 他能够进入我这中书上吗 下去吧 是 此财啊 大人 好 来此当差还能适应吧 能 大人您 要有什么要此财去做的就请吩咐 好 好说好说 好 对了 你还没给皇上送过奏章吧 还没有 好 这奏章先送到皇上那里 等皇上批示了 再送到上书省审核 然后送到门下省执行 这一趟下来 咱们中书省都得派人跟着 所以 我们这里一般是一个人负责一封奏章 一会儿就让你去送一封 你也该多学着点了 是 这可是亲近皇上的好机会啊 大清早就是这些乱七八糟的破事儿 没一天让朕轻眼的 皇上回来了吗 王公公还没回来 皇上 让诸出皇上今天的奏章吗 上上上 让他们上 是 皇上口译 速将今日奏章呈上 万岁万岁万万岁 请公公回禀皇上 我等这就将奏章呈上 要快些 是 大人 这些是今天的奏章 刑部 不将命啊 谁送去啊 也不知 这案子是破了还是 谁敢去冒这个险呢 肯定是没了 朝大人 刑部的奏章 一向都是你送去的 这封 就交给你吧 是的 不知无核的人 公布 怀水师兄 谁去送啊 这里就有窍门了 立护礼 公姓兵 六目 总是立护礼三部的好消息 公姓兵三部的坏消息 秦大人 你去吧 刘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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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 还不快来拿奏章 李布的 江南选飞 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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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你们 你看看你们 在这儿 在这儿都快混成人静了是吧 就知道报喜不报忧 谁去啊 我 我去 去吧 去吧 冰部的怀扬战暴 谁去 尤其是冰部 只要是战暴 几乎全是战败的消息 你要记住了 以后凡是遇到战暴 你千万不要接受 好 大人 下官愿意去 你刚来 还不知道这其中的 大人 就是因为此才刚来 所以还有很多东西 需要觉醒 大人手中的这份奏章 就让下官去送吧 好吧 但你要多加小心哪 是 下官明白 刘兄 你抖什么呀 赶上这封奏章 我能不抖吗 一会指不定皇上 把我骂成什么样子呢 没事 万一皇上今天心情好呢 马兄 你那封奏的什么事啊 也没什么大事 不过是江南选飞吧 马兄 你我可是悲喜亮冲天啊 你造的是什么事啊 欢羊战暴 刘兄 刘兄 你死不了了 后面有个替你垫背的 滚 一群废物 快滚 快跟战鬼流去 刘兄 该你了 去罪淮水师修 令下游万寝之地皆成泽国 今下又遇暴雨 河地多出受损 若不及时修复 恐洪荒之灾 有胜去年 修河修河 就知道崔朕修河 朕不想修河吗 宫里头还有银子吗 难不成要朕带着文武百官 挽着裤腿下去修吗 老百姓受灾了 要朕减付税 金兵打过来了 要逼朕交罪钱 朕是这边没银子进来 那边还得大把大把把银子送出去 你们教朕怎么来当这个皇帝啊 知道怎么才能让皇上息怒吗 只有靠这个 看我的 皇上 休要恼怒 这些都不过是一些小事 要是因为这些琐碎之事 记坏了龙体 那可怎么得了啊 朕都不生气吗 大庆早到现在 就没听到一切顺心的事 皇上 这人是有喜有悲 事情是有好有坏 皇上既然听了那么多的坏消息 那微臣就给皇上念一条好消息 让皇上高兴高兴 你怎么知道你手里拿的就是好消息 这是礼不承上来的关于江南选妃的奏章 皇上不觉得会是好消息吗 你念个卷听听 是 天子选妃国之大事 各地所尽献者当富德 富岩 富功 富荣 四者病重 不可费医 有江南之地 水土养人 女子于私 皆德才兼修 美貌贤良 于此选妃 必得佳人 皇上 你听 于此选妃 必得佳人 念 接着念 然 去遂黄灾 便及江南 达田得收者 不及十一 是以江南百姓哀嚎之声自起 若于此时行选妃大典 皇上 口声 民便 故奏请 皇上 以黎民 为重 以江山大业 为重 暂缓 选妃 选妃 是你 够了 给我滚出去 天算 不如天算 走吧 还有奏章吗 有 进来吧 又是什么消息了 唯皇上 是淮阳战报 什么 淮阳战报 正是 念吧 是 臣 臣淮阳安抚使杜堡 起奏皇上 金主完颜亮 亲起大军三十万 攻打淮阳 臣纳领南书生无香之计 策反流寇李全 前 前后夹击军 击溃敌军十万之重 将其粮草进阶烧毁 并斩金国上将 铁里沐于阵中 金残底也退 淮阳无恙 此次大战 曹通无香 吴大海 臣醉梁 李全杨婆等人 功不可没 臣来皇上宏服 侥幸退敌 拒实以报皇上 淮阳安抚使杜堡 你拿什么子材 我没事 那淮阳战报 赢了 咱们打赢了 淮阳安抚使杜堡 击退了完颜亮 攻打淮阳的三十万大军 本官在这里守了十几年 自从约翰二位元帅之后 这次杜堡 可再也没有接过这样的捷报 是 好久都没有这种好消息了 这这天大的死事 跟普天同庆才是 对呀 对呀 陈老先生 夫人和春香都已经去了 我该为他们上煮香才是 你去城头设个香案吧 我一会儿去击拜他们 是 大人 大人 有证据了 什么证据 大人请看 这是孟梅带来的 他曾经告诉我 说只是丽娘让他带给大人的 你看看 这果真是丽娘的自画像 大人 这正说明 刘孟梅是个盗墓贼呀 陈朗先生 你 我在南安市 便见他偷了这幅画像 藏在屋中银碗 但一起看 这便是刘孟梅提的事 好生玷污小姐 单情妙处却天然 不是天仙即地仙 玉帮缠工人尽缘 恰如春在柳梅边 好够柳梅梅 不但是狂生还是个淫贼 我一定要好好地治治他 大人 大人不可 这绝不是刘孟没所为 他身为岭南州市的第一名 足见其财血呀 他熟断军机巧用智谋 这样的人才 世间少有啊 有才无德 难成大旗 大人 胡小卫 你就不要再替这个狂生说情了 他敢盗我女儿之墓 纵有功于朝廷 我也饶不了他 大人 别说了 我不会把他放出来的 我要他老老实实在大脑里 好好地反省反省 大人 大人 相爱已经摆设好了 好 我这就上下拜计 大人 许多将领也想祭拜夫人 您看 好吧 让他们也来吧 是 对了 这件事不要告诉李全和杨婆 免得他们多心 是 陈老先生 你们这是干什么去吧 没事 我们上城楼上去看看 是去寻城吗 不 不是寻城 是杜大人 让我们过去的 那大人有什么吩咐 要不我们一起去吧 大人有什么差事 我们好去做 不用 你们好好歇着吧 人陈老先生都说不用了 咱们就别跟着去添乱了 那我就先走一步了 告辞 告辞 杜大人叫他们干什么去 是不是有什么军令 要是打金人 可得带着我 老子非把那金人狗皇帝 打得屁滚尿流不可 你傻子 你就没有听出来 陈最良就不想让咱们跟着去 为什么呀 我怎么知道 一定有什么事情 不想让咱们知道吧 不行 那我更得去看看了 悄悄跟过去 好 走 走 走 太只是 何苏 有什么东西 没什么东西 我 家 Hopefully 帮你 那些什么东西 来此祭拜你们 以期你们在天有灵 安息全下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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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我们的错 你不要说了 这怪不得你们 大人 大人 你误会了 夫人和春香都没有死 什么 你没死 是我拿了另外两个人的人头 吓唬陈老先生的 我们并没有抓住夫人和春香 真的 你们没有骗我 我们曾干欺瞒大人 快快请起 天不负我杜宝 天不负我杜宝啊 大人 侯福 小废话 拖下来吧 你看你看 毛手毛脚的 真是 我呢 是你的妻子 这些事情就该由我来做 依南 我能够娶到你 是我韩子才的福气 那当然了 今天我去金虚观找师父 我看见了一个人 谁 杜丽娘 是孟梅梦中的红颜知己 对 那你 岂不是要恨死他 你装神呢 我恨他干什么 我告诉你啊 他可是我的救命恩人 恩人 师父告诉我 上次我中了弑毒 就是他 把解药给我拿了 真的 是你的恩人 也就是我韩子才的恩人 他现在在什么地方 我要好好谢谢他 我看你啊 这是读书把脑子堵坏了 天都这么黑了 你去找一个姑娘家 好意思吗 我相信 我们有机会再见他 是 对了 孟梅不知道现在在什么地方 她有没有见到杜姑娘 杜姑娘 她和孟梅都是好人 我相信 他们的缘分 不止是在梦里 好事 真香啊 人间美味啊 我呀 跟杜大人说了好几次 他就是不信 孟梅啊 你只有先受些委屈了 没事 杜宝他现在不信吧 等他见到了丽娘 他便会相信了 到时候我看他怎么下台 孟梅啊 这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有心思开玩笑 这杜大人怎么说也是你的长辈 是丽娘他爹吧 你 你怎么敢直呼其名呢 不舒服 按理说 我本该尊称他一身伯父 可他对我的态度 却令我感到愤怒 俗话说 男儿膝下用黄金 我柳梅梅是个堂堂的七尺男儿 他却要我在殿堂之上 遭受那屈膝之辱 有这样的伯父吗 我说话就是这么直来直去 我觉得呀 他就是看不起我 不相信我 孟梅 我告诉你 杜大人绝不是这样的 你说他让你当庭受过我 可你想过没有 他女儿为了找到你 历尽情 天心万苦 受尽了多少祸难 你就是为了杜丽娘 受了这点委屈 还不应该吗 是啊 为了李娘 我受些委屈 又算得到什么呢 你呀 孟梅 别总是这么适才傲捂 那你跟杜大人的脾气 都这么倔 往后还怎么成一家人呢 叔父 传道桥头自然之人 哎 叔父 大不了我学习司马校人 带着丽娘私奔了 叔父 多谢你刚才罢行过我 来 我敬你一杯 哎呀 刘萌美啊刘萌美 怪不得是杜大人 说你是一个大胆的狂生 要好好地治治你 哎 你总不喝啊 你说杜大人说我什么 我说杜大人说你是一个大胆的狂生啊 要好好地治治你 好 治得好 哎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吴叔父 杜大人他已经开始相信我说的话了 哎 我怎么没看出来啊 他不但相信我说的话 而且也认下了我这个女婿 你 你是怎么知道的 就凭他说他要好好治治我这个狂生 那这又能说明什么呢 你就别管了 你就等着喝我跟丽娘的喜酒吧 你别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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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言然,愿观自在如飞行,他念德邦禅功可,不在每边,在流边。 不在每边,在流边。 不在每边,在流边,没有柳,没有柳名。 难道李娘这是在暗示什么? 难道柳梦妹真的救我李娘? 李娘啊,你让爹爹想得好。 好痛啊。 李娘,今夜的月亮真美,如你的模样一般。 梦妹,这时候,你也在看这流明月吗? 千里异弱。 明月,照相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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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娘 刚分那个老婆说 我们离林安城不远啊 那前面就是十里铺了 如今天色也黑 我看 不然 我们还是先找个人家借宿一晚吧 明天再进城 那你说 柳公子让我们去十里铺 会有什么缘由啊 我也不知道啊 柳公子帮我们离开的贼人 也不知道他脱险了没有 柳公子亲密过人 他一定有办法逃脱的 再说了 贼人要抢的是银子 柳公子把包袱都给你 我们了 贼人杀了他也没有用啊 所以啊 他一定不会有事的 您就放心吧 大愿如此 对了 丞相啊 你还没有告诉干娘 你和柳公子 你和柳公子是怎么认识的呀 我们 有事 我 有事 我有一事 我有一事 出府买东西吧 然后 银子 却被贼给偷了 这时候 这时候呢 正好柳公子路过那儿 他看见我有难呢 就借了些银子给我 我们就有这么一面之缘 柳公子真是个大善人哪 来日再见 我们呀 一定要好好地谢谢这位柳公子 嗯 甘娘 我们先去找住处吧 好 走吧 小姐 嗯 绣什么呢 你猜猜 我猜一定是鸳鸯 不对 我绣的是花 你猜是什么花 那还用猜呀 一定是牡丹花 你看呀 你和有公子呢 是在牡丹园的牡丹亭结的园 又是牡丹仙子 为你们牵的红线 这牡丹花呀 就是你们的定情之花 这是怎么回事啊 哎呦 哎呦 应该是油灯没油了 你看 我去借点油去啊 刀姑小心 这黑灯下火的小姐一个人害怕吧 不怕 你看 小姐呀 是从地府走过一遭的人 怎么会怕黑呢 我去借油了啊 哎呦 大娘可娘 嗯 你看看 十里铺 我们到十里铺了 真的是十里铺啊 对啊 快走吧 走吧 奇怪了 这个村子怎么这么多空房子呀 嗯 也许是 大家听到金兵要打过来了 便先逃命去了 哎呦 他们这是信不过干爹啊 还要有干爹守着 一定不会让金兵打过来的 希望如此啊 再往前面看看 哎 哎 大娘 嗯 这会人家门开着 明明也许有人 我去问问吧 好 哎 哎 蠢枪 要客气些啊 哦 知道了 放心吧 有人吗 谁呀 哦 我们母女二人 是从外地来到临安的 今天夜色已晚 想借助贵处一宿 这是你怎么这么熟悉呢 啊 啊 来了 干娘 这家人同意我们接受了 我先扶您进去吧 淳江 嗯 我怎么听着这声音 这么耳熟啊 我也觉得耳熟啊 好像是 啊 啊 哎呀 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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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啊 一声啊 曹总 莫非是偷了我们家什么东西 没有 不能走 娘 夫人 石条姑 非常好 娘 娘 丽娘 我是丽娘 丽娘 我丽娘 丽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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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今夜您姓哪位娘娘 皇上请翻牌 是春妃娘娘 姝妃娘娘 是丽妃娘娘 不放了 朕今晚谁也不要就一人睡着了 想去吧 是 拜拜 娘 女儿能够死而复生 再见到娘 这是让人高兴的事 你别再掉眼泪 娘高兴 高兴 高兴着呢 娘 真是感谢菩萨 又把女儿还给了我们 还得感谢呀 让小姐死而复生 掘墓开关的人 是啊 是哪位恩公行善积德 改日 我和你爹 一定要重谢他 是 那是一位书生 书生也要谢 也要谢 小姐 这褥子还行吗 不然很行 你还有一位娘 春香 你帮我去找尽枕头吧 好的娘 枕头 小姐 我跟你说 来 过来 过来 我问你啊 救你复生的 是柳公子吧 你个鬼丫头 什么事情都瞒不住你 不瞒你说 我和柳公子 已经私定终身了 而且 而且 有了夫妻之事 只不过 我怕娘知道 后义是接受不了 所以 不可能的 夫人一定会接纳柳公子的 不好说 我爹娘 都是非常守规矩的人 之前 已经为我和苗公子 订了婚 如果她知道我呢 反正我还没有想好怎么应对呢 老爷怎么想 我不知道 但夫人 一定会支持你的 你怎么会这么肯定 因为前几日啊 我们在扬州城外遇到贼人了 这是柳公子救了我们的 你和我娘 碰到了柳公子 对啊 当时情势危急 柳公子来不及告诉我们小姐已经复生之事 便让我们来到十里铺 所以我和夫人 才会在这里见到小姐啊 那真是太巧了 太巧了 所以说嘛 你把柳公子的事告诉夫人 她一定会高兴的 不行 我还是要想好了再告诉她 这事你可得替我瞒住了 不许乱说 我听小姐的 女儿 衣服找到了吗 找到了 我这就拿过来 皇上今夜来临兴吗 那皇上今夜去了哪位嫔妃那儿啊 皇上今夜哪里没去 自己独自在寝宫睡了 皇上可是龙体不适 好像不是 听那边的宫女说 皇上今晚似乎心情不好 那边的宫女还说 皇上今晚老念的 美人美人的 也不知是在说谁 好了 红颜未老 恩仙断 鞋已熏荣 做到你 你睡里边 我睡外边啊 行 别掉下去 丽娘 让娘好好地看看你 去哪儿 我睡了 丽娘 哪儿 一点都没变 娘